一般刻板印象吸烟的人 罹患肺癌的几率会比较高 但实际上不抽烟的民众 罹患肺癌几率也直线上升 而且肺癌的症状发现不容易 甚至没有症状 等到会痛不舒服 可能都是死亡率高的肺癌末期 医师建议要定情介检 早发现存活率以及康复的速度 都会提高很多 居然都没有任何的抽烟史 有一天心血来潮 就去接受健康检查 就意外的发现我们肺部的病灶 那接下来我们肺部的小病灶之后 经过我们病理科的化验 发现它是早期的肺癌 那这样的病人 就整体的存活率 跟手术恢复都会非常的好 如何检测肺癌 目前是以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 是最高效率的肺癌检测方式 不只辐射剂量低 而且还能够在早期 就有效发现肺部的病灶 那这断层可以很快速 而且精准清楚地找到我们肺部 怀疑是恶性肿瘤的病灶 那所需时间大概是一般 大概是数十秒左右 而且是大家所担心的辐射剂量 则是我们一般常规 接受电脑断层的十分之一 透过检查发现肺部病灶 医师强调不管多微小 都必须要切片检查 并且开刀斋除 另外亚东医院近年来发展的胸腔剑微创手术 伤口小 降低病患的不适感 加快恢复速度 不让肺癌有侵害人体发展的机会 记者简明上 吴志恒板桥采访报道